招那麼久了 有沒有招到一個 如果要 因為這個招商不像在買賣 所以他們在招商過程中間 公關組 反正在公關接待外賓組 郎工程可以講是接待外賓組嗎 不然你三千多萬 人事費用扣掉你其他根本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那我看一下你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有很多人去參返的時候都問你 航空程的計畫 徵收到哪時候會完成 你們說2023是不是 2023年你們徵收會完成是不是 那是整個完成 整個完成 可能嗎 包括開發完成 那你區段徵收哪時候開始 區段徵收哪時候開始 到2018他就慢慢徵收了 所以你們一年三千多萬的預算 你整個航空程真的你們要用心的做 去掉人士費用其他都沒有在做什麼 那我看一下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就是完全在接待外賓 還有社團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現在的現在的一個 我跟益州在報告一下 所以我懷疑你們 你們人事費用花了一千七百多萬 那多少人 編制人員有多少人 我們現在有18位 18個人一年一千七百多萬 一個人年薪都百萬了 那真的你們要做出一點成績來 整個航空程 乖不得人家講說是航空程 對不對 雖然預算很少 但是人事費用編了那麼多 那你們要做出成績來嘛 對不對 要做出成績來對不對 董事長你說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我一分鐘讓你講 報告一座 因為主要我們是做這個 當然行銷是一個例行的 主要是做那個益招商 益招商我們是拜訪廠商 招商你招了哪個商啊 招到了沒有 報告一座 這個招商事實上不是像 如果我要說有 那因為這個是要簽約的問題 那航空程可以講說 可以是公關組的嘛 對不對 不是公關組 因為我們要在做招商的 我現在問你說 你招商 整年在招商 你招了哪一個 對我們航空程有興趣 你舉一個例給我就好 報告這個 我們有一個比較 最近比較可行的就是 國際那個獅子會 他們已經在規劃說 如何在我們航空程設一個 獅子會是民間社團啊 國際社他們廠商很多 他們想說 可能會在台灣 在一個航空程設立一個總部 那2023年 2023年你才會開發完成 那是全部開發完成 那不一樣 你現在完全都沒有感覺的時候 人家賺錢的人 走下去賺百貨店 還放在你的航空程 不好意思 那個開發完成不是這個 好啦 預算很少 但是人事費用很多啦 希望你們用心用心用心 去處理這個航空程的事情 好不好 董事長 拜託你啦好不好 整個桃園市 甚至於整個台灣 台灣省 大家都在搶航空程這一塊啊 尤其台中市啊 眼睛真的很大 要把我們航空程拿過去 你不用點心啊 整天在那裡做公關啊 到時候被人家拿走 真的你就是 你桃園市的罪人 知道嗎 我來講 你有一份 謝謝喔 郭政議員 請教董事長 剛剛每個議員都說 我們航空程的工作就是招商嘛 對不對 那也有成效 一些些的成效了對不對 剛剛聽你講 對 應該是有 那這些有願意來投資的 你有沒有常常給他做聯繫啊 有 怎麼的聯繫法 因為他有時候是來 一直來 就是說常常會來 我們這邊再問很多的一個政策的問題 那另外有些我們是直接去拜訪 其實啊 你要和市長講 你們也不能坐領甘心啊 市長講 他一定要趕快來推動啊 人家想投資 又你們都還沒有規劃 土地也沒辦徵收 還要什麼全區聽證 這個你也要和都發局這些 都市發展局這些 一起來做配合啊 動起來啊對不對 對不對 剛才議員講的 台中高雄哪裡有港口的 他們都想把這個計畫 遷移到別的地方去 對不對 其實很多很多的一個投資廠商 他也是看準我們桃園離機場進嘛對不對 然後呢又有高速鐵路 然後交通便捷希望在桃園 航空城要做那是必然的 我想政府中央已經有準了 我們這邊就要腳步要加快哦 不要說只有做招商的動作而已 那我也看到 你一定要和市長講 要拿出破例來做 在未來推動的時程 那我們航空城公司的任務是什麼 給你們的定位是什麼 一定要弄出來啊 你們要做什麼些任務 對不對 不要都是都發局在做 地震局在做 你們航空公司要做些什麼 這個定位都要列出來 讓我們議員看得到好不好 謝謝 不要說都是編一些人事費用 然後都無所作為 這樣子不好 我也記得鄭市長在競選期間 他曾經說他當選以後呢 要解散航空城 為什麼 為什麼要解散 然後呢不但沒有解散 你們從18個人 現在目前好像編了22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說要解散的 而且呢沒有解散不打緊 所以人員還增加 這是什麼原因 你講給我聽看看 所以目前我們都不增加 就是18個原則 可是你預算有編制到22個人啊 一百零 那本來是說要那個做 驗警館那邊的一個大五的扣充 那個沒有去動用他 所以呢說話和做事 不要互相矛盾好不好 這都是我們都是 檯面上的這個 白紙黑字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編預算編那麼多給你啊 那你先說負用18個人 對不對 那以前我們市長是反對航空城開發 他現在還反對嗎 他在持續推動 持續推動喔 要大聲講啊 持續推動 我知道你今天講話沙啞了對不對 從早講到 還是叫你總經理起來講 你就坐下 對不對 總經理我們在質詢 你怎麼可以再聽電話呢 怎麼可以這樣 對不對 別的議員講 你都兩個人站起來 我有看啊 那我們講就是一個在講電話 不尊重我 是嗎 抱歉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那董事長聲音沙啞了 你們工作是息息相關的 你也可以代為發言 不是嗎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願景館那麼大 我也去參觀過一次 那怎麼那麼少人去啊 你們沒有去招一些人來看嗎 各個區 桃園有我們陽梅新屋 觀音這個大園 這附近的民眾都可以去啊 像看燈會一樣 大家去那邊看一看走一走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讓大家有信心 對航空城有信心 一定要做啊 那去的人 才只有七千多個人 對不對 成何體統啊 還有啊 我們航空公司在一百零四年底的時候 都密集派員到國外 你們十八個人幾個人出國啊 對不對 好像年終旅行耶 有去日本 有去東京 也有去西班牙巴塞隆納 那個都是廠商招待你的 還是我們自費去的啊 是我們自費去的 自費去的啊 我們並不是單獨公司去 基本上我們都是跟著市府的這個主辦機關 像大阪的話我們是跟地震局 他們要去這個考察他們的這個都市計畫 你們做事都沒有旅行就有得跟 真的很好呢對不對 地震做的要死要重劃要規劃 要重測做什麼 這個他們在做事你們跟什麼跟 對不對 好像年終旅行一樣 這是用自己的錢 還是用航空城我們邊的錢 這是公司的預算 編列的那個出國保障預算 怎麼可以 我們議員都聽到了 都沒有做出什麼成效 可是旅行就可以跟 出國可以跟 地方這樣要什麼聽證會什麼的 你們又不用出力 那真好對不對 希望把招傷 招到哪一些傷 的明細也給我們好不好 好 OK好 謝謝 謝謝周一總 嗯 董事長 那其實在過去 我是沒有帶我們鄉親到院警館 其實我就不太了解 因為我們原住民事務非常繁雜 然後地又廣 人又比其都市人又少 你知道原住民呢 自從我們升格之後 也聽到航空城之後 我們從各大縣市 然後各小部落 都慢慢慢慢的遷到我們的桃園市 所以你會看到 戶籍遷最多的就是我們原住民 以至於像我們3D原住民過去選 市議員的時候只有兩席 應該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不是應該 現在就已經超過3萬了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要告訴你 原住民比你更有信心 他們對於航空城的成立有信心 因為他們知道會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所以董事長你有沒有信心 有 這些我們那個 或者原住民是在部落裡面 不懂得國際形勢 也不懂得所謂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可是他們對桃園有信心 這是我要告訴你的 也能夠建立你的信心好不好 所以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所以在這邊 是不是我們可以在我們航空城 訂定一個原住民的一個特別的工作條例 我們知道呢 原住民的工作保障 那個保障法裡面 他對於 除了公家機關 有一些保障之外呢 對於我們標公家機關 採購案的也有一些保障 就是百分之一 那我們知道所有的廠商 進駐到航空城的時候呢 一定會享受我們國家的優惠 我們市府的優惠條件嘛 對不對 他們才能夠來進駐 減少他們的一個營運成本 所以是不是就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們就有一個原住民的一個特別條例 我們也跟那些進駐的廠商 也要保障我們原住民至少百分之一的禁用人員 你覺得這樣如何 董事長還是總經理 誰聲音大 誰可以回答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積極來爭取 那如果是我們公司內部的這個相關規定的話 我們就會 反正公司的一些規定 也是可以開董事會來決定 市長常常引以為傲 他說原住民的第二故鄉就是桃園市 他既然這麼引以為傲 而且我們在升格 我們是最積極 請我們其他部落的鄉親 把戶籍遷到我們桃園 對不對 這不難嘛 公司的一些章程調整一下 可以嗎去考慮一下 這對我們航空城是加分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要跟那個 這邊市長推動的是綠色經濟版航空城 請問這個綠色經濟版 我知道是針對一些新科技 它走環保一些節能減碳 那對於我們原鄉有沒有一點相關聯 我想這個 謝謝陳議員 那我想綠色經濟版的航空城 其實我們強調是兩個 一個是智慧城市 一個是綠色城市 那我想綠色城市的部分 其實跟原民的一些生態保育 還有環保概念其實是很像的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原鄉也可以一起相輔相成 對不對 相輔相成畢竟我們都是同一個市 而且呢 我們是唯一桃園市的一個非常 打造非常原始 而且很多資源的一個原鄉 所以不僅有綠色城市 我們也要回歸自然的生態 那在你們規劃這個同時 也讓我們的原民這樣的一個復興區 也規劃到我們航空城 其中的一個綠色經濟裡面 好不好 我想這就是整個我們全民市民 都會非常的期待 而且也會為大家鼓掌加油 好 我今天就非常簡短 跟大家一直討論這樣的事情 謝謝 謝謝一組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萬美寧議員 以及梁維超議員共用時間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我想那個董事長 還有總經理喔 可以不請教一下你們兩位 分別是什麼樣的專業背景 我先講 我主要是產業跟管理 產業跟管理 您呢 我是物流跟交通運輸 物流跟交通 運輸 好 跟交通運輸 我想你們兩位 其實在自己的領域上面 都是非常的專業喔 但是呢 真的我覺得 你們待在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可惜 我想在民間 成立一家公司的時候 一定大家股東會找 有能力的人 對這家公司 是有幫助的人 那有什麼幫助呢 無非是 將來的獲利 以及對這家公司的行銷 然後對這家公司 內部的管理等等對不對 但是一切的做法 都無非是要讓這家公司 加來能夠獲利 那麼在公司組成之初 大家一定知道 沒有辦法在第一年 第二年就賺錢 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一段時間 一定會評估 評估在幾年之後 我們可以打平幾年之後 回本然後開始獲利 我想 在民間的公司 我這樣來陳述 應該沒有錯誤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不要講 什麼航空城 以前跟現在有什麼差別 那秘書長剛剛講的差別 就是說叫做 綠色經濟版的航空城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知道是 什麼樣的綠色經濟版 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民進黨綠色執政以後的經濟版 那其實在早期 我們剛剛決定 要來做這個航空城 也是配合國家重大政策的時候 成立一個航空城公司 那麼當時也有人反對 但是當時我贊成的原因是因為 既然航空城這麼大的案子 當時勢在必得 一定要趕快把它做下來 我們當然要成立一個公司 專業的把它做起來嘛 對不對 可是就像民間公司一樣啊 如果今天我們公司成立了 那麼一段時間都過去了 我們發現 我們的專業在這個公司 得不到發揮 我們這個公司 在短期內 市場其實不站在我們這一邊 那甚至於在這個營運上 是很大的問題 再來眼前就已經虧損連連了 接著 未來的幾年 我們還預期它一直要虧損 試問一下 如果今天是在民間公司 我請教董事長 遇到這樣的公司 你會把它清算結束掉 不一定要看未來的發展性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這個如果 你預計 這家公司在過去的這幾年 已經累虧了幾千萬 未來 還要再虧個幾年 五年八年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會不會把它清算結束掉 那個是要清算掉 可是現在航空程 是因為目前的航空程的推動 董事長 你講的沒有錯 如果按照上訴的條件 是應該要清算結束掉 對不對 你自己細細你非常知道 在未來的三年五年八年 航空程公司到底能不能賺錢 你是最清楚的 是不是 好 你說你現在 今天為什麼大家 對你們炮火這麼強烈 我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 都有專才 但是放錯地方 放錯地方 回去喔 我覺得夜然人靜的時候 好好省思一下 今天我們大家 對你個人的肯定 以及跟航空程公司 配在一起的不得已 你在這個地方 不覺得很委屈嗎 不覺得很施展不開嗎 明明我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因為這家公司 在政府的政策上面 目前還沒有做到非常的完備 你說行銷 你也行銷不出去 你找了這麼多 什麼將近四千個人接待 我跟你說啦 當時啊 都給了很多我們的里長 給了我們所有的社團 告訴大家可以去做一日旅遊 有免費的餐可以吃 大家就覺得 樂得反正去高興走一走 遊覽車不用錢 去回來後大家都覺得 只是去消磨了一天的時間啊 對航空程的行銷有什麼幫助 你最清楚了嘛 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幫助 只是讓他們賺到一天一日有免費的 回來以後其實 即便他們覺得有一點點概念以後 對航空程還是沒有正面的注意嘛 好 那你今天講招商 你就更清楚知道了 並不是像你現在所講的說 我們目前呢 也掌握了非常的多家 暫時還不能跟他簽約 錯啊 你比我們所有議會議員都清楚 現在啊沒有任何一家會跟你簽約的 是不是 聽證會到現在還沒有結束 即便是現在這個階段聽證會結束 後面的階段 我想我們的政事長他還要怎麼樣做計畫 我們還不知道對不對 再來土地的徵收現在也還沒有完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哪有可能去做招商啊 所以如果你的功能 你講的是行銷跟招商 可是行銷現在沒有辦法做 招商現在沒有辦法進來 我真的認為啊 不要說我們認為要裁設掉的航空程啦 我覺得你自己要省思一下 你存在這裡的價值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個絕對不是說 我們過去在吳志陽現場時代 我們認為他還要存在 到了鄭文燦市場時代 我們就認為他還要裁設 我想不是的 是在當時成立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是有願景的 我們大家是有期許的 可是現在大環境來看 以及擺在眼前的事實都告訴我們 這家公司真的沒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想希望你能夠擬一套計畫出來 是要把它裁設掉以後 你們要何去何從 以及如果不裁設 你到底要給我們怎麼具體的計畫 不要再告訴我 你要招商跟行銷了 好不好謝謝 來董事長 要再救救你 我想早上到現在 很多議員都給航空城公司非常多的指教 董事長你覺得這本工作報告寫得好不好 你覺得你覺得寫得好嗎 就我們的業務大概也只是這樣子 你覺得寫得還不錯還算滿意 我看了裡面 將近有20面都是這種內容 照片 我剛改名好了 航空城有限公司相簿級好了好不好 航空城公司最重要的效益是什麼 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行銷跟招商嘛 招商第一個 現在招商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沒有土地 不用去談招商的問題 人家也不會跟你簽約 工作意向那些都沒有用 不可能簽約 想談行銷好了 行銷航空城你們到底行銷什麼 我也看不太出來 看不懂 我只看到這麼多的照片 這麼多參訪的紀錄的照片 這就是過去這一年多來 三千萬預算呈現給民眾的感覺 當然很多議員主張 航空城應該要裁測 那當然以目前現況的進度 講真的 航空什麼時候可以佩地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去做招商的動作 目前都是一個問號 當然我是建議你們先暫停歇業好不好 主要局處的幾個回歸到其他局 該到經發局 該到工商發展局 到工商發展局 一個一年要三千萬 假設拖個五年十年 兩億就三億就不見了 講真的這些都明子明高 行銷還是要有實際的狀況 才有辦法做行銷 以目前航空城的狀態跟狀況 我覺得 目前我是抱持很大的存疑 那董事長你有沒有什麼說法 我想你如果聽到是非常可惜 因為現在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 一些人脈 違規各局處 工商發展局可以負責你們一些業務 金發局也可以負責你們一些業務 其他局處都可以負責你們的業務 你再來做統合也可以 不見得需要每年花到三千多萬的預算 不然你預算你砍一半 不要每年花三千多萬 一千七百萬的人事費 另外一千多 你說要花在餐費跟旅遊的費用 我覺得這費用也偏高了吧 包括一座 這個回歸還是要花錢 那主要是因為現在航空城發展的階段 已經到了現在 慢慢那個各單位 比如說地震局 他如果把這個土地徵收完成以後 慢慢就會把一些相關的業務 慢慢就會丟給航空城來接續 所以目前應該是航空城正要開始要起位 好好的發揮的時候 兩年前三年前 吳智陽現場推動的時候 民進黨反對 現在你們推動的時候 國民黨並沒有反對 只是認為在航空人公司的效益的部分 一個公司經營談的就是效益 談的就是績效 那如果去年整年 你呈現給我們的績效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覺得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還是先暫時休息一下 等真正適當的時機 再來做適當的整合 或者那時候再正式來營運 會不會來得更好一點點 會不會 董長會不會來得更好一點點 這個還有一些政策的問題 因為如果航空城公司說停掉的話 那整個政策的延續會有問題 回歸到各局數 因為第二個 業務回歸到各局數 會不會更有效一點點 外面的感覺是說 我們好像航空城不做了 整個航空城的計畫 早適當的時機點嘛 你每年燒三千萬也不是辦法 萬一拖個五年十年 你也知道目前整個區段徵收 的狀況也不是很容易做嘛 那航空城會不會分階段來做 也不確定嘛 那目前中央對於航空城整個態度 新政府對中央態度支持與否 我們還不是一個很確定的狀態之下 我們冒然每年花這麼多錢 好嗎 而且尤其去年整年的績效 我們都看到啦 你整年根本沒有什麼績效可言啊 就只有些參訪的行程而已啊 實際招商行為根本沒有辦法做啊 那最重要的行銷 你到底有沒有做得好 這是航空城公司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耶 如果你連基本的行銷 都沒有辦法做得好的狀態之下 就要深思熟慮 是不是每年需要花到三千萬的經費 一千七百萬的人事經費 是已經是個中型企業的人事經費了耶 那我們這樣的效益 完全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嘛 民眾的期待嘛 每天燒這麼多錢 我想這些都是民脂民膏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熟慮的 請你們好好思考啦 真的該停就先停啦 好不好謝謝 謝謝 請坐 好謝謝請坐 那個 那個 餘屋合議員 你要不要先講 要不要共用時間 那就餘屋合議員啦 房屋廚鄉議員要不要 李光達議員 林志強 要不要一起 一起齁 好那一人五分鐘好不好 好那就餘屋合議員五分鐘 房屋廚議員五分鐘 李光達議員五分鐘 林志強 張一炳議員 那四位議員 還有林志強議員 五位議員共用20分好不好 好謝謝 五位25啦 叫林志強趕快進來啦 林志強議員 好謝謝主席 那個 那個董事長 我們 航空城公司 現在招商的情形 那當然 我們的國家定位是一個問題 甚至我們坊間有一個說詞說 我們台灣在國際定位上 是不是一個國家 那這個會不會牽涉到你招商的問題 董事長 報告不會 因為這個是做什麼 因為你那麼大的一個企業 你要來投資這個航空城 但是你台灣在國家定位 你看看喔 我們台灣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定是台灣省 沒有認為你是台灣國 我們都有總統之前 我們都有立法院的啊 但是我們體制還有都是省 都是在講台灣省 所以說在國際的定位 我希望說我們有主權獨立 我們是一個國家 相對呢 大家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對我們航空城的開發招商 才有幫助 那再過來就是說 我看你工作報告裡面所講的齁 這一些廠商啊 讓我認為齁 你這個廠商喔 像你大和房屋就好了齁 這一家廠商日商 他是要來跟我們一起建設航空城 還是他要來我們航空城這邊 他的定位讓我感到蠻質疑的 你這個工作報告讓我說 好像我們航空城我們國家 我們自己本身沒有辦法去開發 要配合他們來做這一些開發 包括長照啦 包括綠能啦 包括建築啦 你這個工作報告讓我感覺怪怪的齁 這個好像不是在招商 好像是在找你們我們國家這些 航空城共同開發的夥伴吧 這跟我們招商好像有不太一樣齁 再過來我請教你一下齁 台灣智慧航空產業聯盟 這個是什麼 這個現在是主要是中華電信 還有跟市政府還有跟幾十家廠商 聯合成的一個產業聯盟已經好幾年了 好 那個齁 你再把這個 這個以書面資料給我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齁 那麼 當然啦 一家企業要來我們台灣這邊 也不是說要來就來 有土地他馬上就來齁 凡事都是要調查規劃嘛 都是要齊成的 那我希望說 我們這個台灣航空城 股份有限公司齁 加把進 把行銷公司做好齁 水到取成 你們把這些工作做好了 航空城開發了 當然就順勢能接上手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梁董事長 是 我想 本席啊 在五年前 福智陽縣長 要成立這個航空城公司 本席是持反對的理由 我那時候成立的 支出我就說要猜測 我所秉持的理由是 去一段徵收未完成之前 我們成立這個公司 那時候資本額要20億 那我認為 根本就還沒有辦法運作 這個公司根本沒有 辦法定位 因為沒有土地 徵收還遙遙無期 可是 目前 曾文燦市長上來之後 我看到了一些預備聽證會 也順利辦完 現在進入正式的這個聽證會 那也告訴我們 航空城範圍內的這個市民朋友 或者是現有房子的居民 你要參加我就歡迎 不參加 市長說就剔除 還給老百姓的一個選擇權 那既然這個正式聽證會 對於我們航空城的這一個 區段徵收的前置作業的期程 已經將近完成了 所以我認為 我那時候五年前說要猜測 我現在秉持的理由是 這個五年來的期程 已經接近要開發的這個程序步驟 已經到達這樣的位階了 是不是我們航空城 我們航空城要公司啊 你要說明跟我們議員說明 到底我們航空城公司啊 對於土地徵收即將完成 要徵收的時候 徵收要多少時間 到土地徵收完成 未來整個航空城範圍內的 運作跟發展 你們是管理者吧 是不是你們管理 目前規劃知識地震局 我知道 徵收規劃徵收完畢 運作管理是誰 是你們公司嗎 我們希望是我們來管理 什麼希望 本來就你們公司啊 不然你成立的目的為何呢 所以董事長 你應該將你的角色定位 要弄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如果一旦徵收完成 如果說剛才我們兩議員講的 亭業我剛剛跟他討論了 真的我們航空城 如果對於我們前面的土地徵收的 這個期程都要很久 本席也是同意啦 因為一直讓被這個人事費啊 我們對人民沒辦法交代 這是公堂 可是如果徵收即將完成 需要我們航空城的這個 招商也好 運作也好 那我們航空城就有必須要 繼續努力啦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也 來拜託董事長跟我們的總經理 對於我們航空城 如果一旦徵收完成啊 要開發啊 我希望能夠推動一個 有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概念 因為這是新興的都市 新興的產專區也好 我們的住商區也好 希望有一個比較明確的這個 城市概念 讓我們財團 讓我們的大公司 國外國內的一些大的公司 能夠認同航空城 然後進而來給我們支持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副議長 董事長總經理 我們現在 4月29號 航空城的部分要進入 正式聽證會連續三場 面積的部分 您看您的看法是會縮小 會不會縮小 我來報告 那面積是大概會見過微調 我的認真姿勢會微調 會微調是增加還是縮小 可能一二期會有複掉吧 什麼 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那我 我不太了解 不過它 一個還要建構圖 那個聽證會 你會不會去參與 聽證會我們都有空 我們就會去 預備聽證會的時候 你大概會有一個 當地居民 農地水油圈的一些意象 你這樣聽起來 是會減少還是增加 基民是有增加 因為我們市長是秉持著 一個民主的機制 會尊重我們當地的民意 來推展這個國家級的重大計畫 是不是 那會增加還是減少 基民是希望增加 就了解 希望比原來的規模 還要增加 是這樣嗎 總經理是不是這樣子 是 就預備聽證的這個 大概的狀況 應該都是這樣子 是怎樣 就是增加 會增加 好 我們現在院金管的功能 我問你 我們早期台灣有加工出口區 的一個接待中心 服務中心 現在各工業區也有 工業區的服務中心 你現在的功能像不像這樣的一個 角色 你目前我們的這個 所賦予的這個 市府所賦予我們的業務 確實是有類似 就是做行銷 跟預造商的概念 有這個概念對不對 只是說 還沒有確定說標的在哪裡 是 是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我看你 接待這麼多的人次 團體裡面 你竟然列為 比較重要參訪對象的 事實上 以未來我們要這個 推展航空城 不管你在推廣所謂的 我們講 生技中心 國際醫療中心 物流中心 或者轉運中心 甚至於是 經濟自由 貿易區來講的話 你還沒有一個標的 有一些 你所接待的團體 還有個人 是無關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這樣的團體 個人 你把它列為你的工作計畫 把它列為重要的 一個 招待的一個 接待的一個對象 來介紹 你要介紹他什麼 我問一下 我們在二十幾個 工作人員的編制裡面 有沒有懂租稅的 租稅 我們本身大概 學商科的 大概多少 因為我想 航空城是要我們 國門之都 國際化 很重要的一個產業基地 各項產業 這是我們台灣很大的一個利益 你現在接待 有意願 未來在航空城 規劃完成之後 來台灣投資 你要如何來吸引他 來說服他 你怎麼說服我 我今天是國際企業的西優 你怎麼說服我 董事長你說 這個就是我們說台灣有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 地點 就是我們的航空城 地點 中國大陸比台灣還大 你要比地點 所以地點好嗎 我們要說服他 因為我們的交通 怎麼說服 怎麼說服 因為我們台灣 台灣的地點 到這個各個城市 主要東亞的城市 都大概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平均大概這樣的距離 所以我們的距離是比較好 你說航空貨運是不是 就是 轉運航程 航空貨運大概兩個多小時 在東亞地區 就這樣子而已嗎 沒有這只是一個 另外就是說我們的 董事長我跟你講 我會特別講到租稅 我想台灣是我們的 稅率算是最低的 最低的 我們 但是 總體我國 我國企業 我們目前叫中華民國 當然我們 我知道我們 齊許說 將來是可以 不要在國際上混淆 認為台灣就是台灣 我們的企業負擔稅率 高達34.8% 南韓29.8% 新加坡27.6% 香港23% 在當時的四小龍 我們的稅率居冠 所以說你的租稅 當然你講到 自由經濟示範區 在租稅的一個獎勵方面 有一些學者 當然他會比較專業的 自我一個主義 他會反對 他會來反對 就是說 但是他們的反對 第一個 我們點出他的問題 說這些人 他反對國際 我們的出稅又會來 吸引這些外資來投 投資我們將來的航空城 他可能 第一個 他不做一個國際性的比較 第二 只是計較 稅收的一個減少 第三 他沒有看長期衍生的成果 包括就是就業機會的一個創造 我們國人就業機會的創造 包括我們陳英議員來講的 原住民的一個就業的創造 你創造的就業機會 是不是有一個個人綜合所得稅 五月就即將來報稅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整體來講 你必須要把台灣未來 當然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條例的出稅部分 還沒有通過 但是你可能就我們目前 台灣產業促進條例的部分 能夠講給國際企業 願意來給台灣投資 讓他們來了解 是不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們在接待外賓都在談什麼 接待外賓他事實上都希望說 大概如果他們想來投資 我們有沒有提供適當的地給他 對啊 你都都 正式聽證會都還沒過嘛 你地也不曉得在哪裡 這今天我想很多議員是在 指點這些問題 當然人事的部分 任用多少 你們各有分工 我當然也有一點質疑 但很多議員已經提過了 我是針對你在行銷 你在院警館 來行銷這個部分 你談了些什麼東西 會有什麼具體的成效 跟他報告說 台灣未來的一個航空城整個的一個計畫 那你知道我們蔡英文總統 也提出一個亞洲系統計畫 以台灣 以我們桃園這個航空城為重鎮嗎 是有 但是公園院反對 認為說不妥 你的看法如何 我們知道這個是相輔相成 相輔相成 所以說你推翻公園院那些專家學者 認為說不具備應該是設在航空城這個地區 你認為呢 我認為應該設在我們 桃園未來的航空城 積極努力來爭取 像國際企業來宣誓說 我們一定會達成這個 我們航空城這個規劃設計 會架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你講的地點 投資環境 你講也提到說 在東亞地區 我們佔有這個很好的一個地理位置 所以要加強宣傳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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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我想 早上都很多議員在關心我們這個 航空城的這個公司的體質 那這家公司比較特殊 我們大概都是百分之百的關股 那它又適用於公司法 但是又要受到議會的監督 我想 議會這邊都還蠻關心我們整個 航空城的未來的這個發展的進度 那既然是一家公司 那當然 我們這裡會比較關心的就是 盈虧的部分 那我想 我們既然這個 年年虧損 這個是全民買單 那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想到這個 盈利的部分 這個這個營收的部分 我想 董事長 你二月一號 去年二月一號來到這家公司來 當時你抱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態度要來經營這家公司 因為這個是一個國家的重大建設計畫 報紙說能夠參與國家重大建設 覺得非常的榮幸 希望說 我想這家公司的成立 它是未來整個台灣 整個經濟再次發展建設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們新政府在520上任之後 它會把這個地方打造成這個 綠色經濟版的這樣的一個航空城 包括這個蔡文總統也指出 它是一個可以成為這個亞洲的矽骨 我想我們具備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們也具備這樣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很多議員他們都很關心 我們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條件 提供給廠商 讓他們能夠願意來進駐到我們航空城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沒有標的嘛 對不對 我們整個土地的面積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這個確定 到底我們航空城要這個 有多少面積能夠提出 釋出多少土地 讓這個廠商能夠進駐 我們現在目前都還沒有規劃到這一段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在告訴廠商說 我們這個計畫的這個 騎乘大概是會什麼樣子 就是告知他們我們最新的 市府在推動航空城計畫最新的狀況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是要提供給這個廠商 更多的這樣的誘因 讓他們能夠期待 有對這個航空城有所期待 之所以才能夠讓他們能夠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結構 能夠讓這個台灣的產業能夠健全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一點 我想桃園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城市 我們很關心工作權的保障 尤其原住民在這個部分 我們關心的是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這個航空城裡面 得到我們所需要的工作 我希望你們航空城能夠幫助我們 原住民能夠捍衛這個工作權的保障 我們有這個工作權保障法 我們也希望在未來 然後市政府這邊能夠設這個工作權知識條例 能夠讓我們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保障我們的工作權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可以齁 那以下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 那個 董事長 是 楊總事長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航空城 這個成立到今天 已經多久了 從這個朱立倫時代他就在推動 化了一個忌彈之後 一個蛋黃跟蛋白以後 丟下這個蛋以後就離開桃園 然後到今天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99年 3年29成立了 99 這樣今年幾年 今年105年 大概6年 那這樣時隔幾年 這樣剛好6年 滿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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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計畫在2023年會開發完成 然後我們現在局裡面有18個人 那我也贊成齁 把這18人下次工作在報告的時候 跟說明的時候 把18個人統統帶來 後面還有位置可以坐 那這些人 那些人在辦公室裡面 我看也真的是 無所適從 那麼航空城是一個國家政府 既定的重大建設 那麼你們也應該定一個時程 跟一個計畫 跟一個進度 有沒有道理 老是在談 以前的縣長 上一任的縣長 我私底下也曾經跟他聊 你認為航空城將來立建成怎麼樣 他跟我講的答案 他說有機會的話 有可能把前面那個字 是航子拿掉 那你看看 那不是變成國際笑話嗎 那麼一個航空城的規劃 到現在 你們都還在說 已經進入到緊鑼密鼓的時代 你們已經不是在 現在都在講 其實你們現在講到什麼 接待外賓啦 行銷啦 我這個都言之過早 知道嗎 為什麼呢 你一個形式都沒有 形狀都還沒搞不定 然後政府的編定呢 你們編了經費裡面 該形式的 你們去做你們的 但是呢 我們希望這些 既然是重大建設 不要分黨派 不要因人而異 要做 好好把它做好 董事長你的看法 是不是這樣 到現在換了幾個董事長 哪裡有一家公司 天天換董事長 怎麼會做得好啊 不要再兩分鐘 好 阿拼 總結順便說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徐義樹議員 以及徐其萬議員 共用10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董事長 我想請教你 我們現在這個航空城 到底喔 他們的 他的一個功能是什麼 你藉這個時間喔 你講一下給所有 我們兩百多萬市民 聽一下 你航空城到底是要做什麼 簡短講一下 報告宇宙 我們航空城 其實有十個任務 一個任務是投資 第二個是管理 第三個是招商 第四個是行銷 但是目前的階段 甚至進行 依照商跟行銷 好 我知道啦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航空城啊 就是乏善可乘啊 一無四處啦 那雖然不是很多的錢 但是這個錢 都是納稅人辛苦啊 真的這樣子去啊 繳過來的 你們今天這十八位 現在又要再增加人事 我是覺得說真的 那我問你喔 這個昨天啊 府內我們副市長 他們不是都出國 去美國吧 是吧 是不是你知道嗎 那航空城有沒有陪同啊 這次沒有 為什麼沒有 去美國 美國是全世界啊 數一數二最先進的 在航空城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你們沒有去 沒有跟他們去啊 為什麼 去了今天就不能去啊 今天要總資訊 現在站這邊 那總資訊 那副市長 現在只有一位 他也要來這裡背巡啊 他也走 那主席我請問一下 那個副市長出國 他有沒有跟議會 這邊來報備啊 主席 來來來那個 議事組回答一下 副市長出國 有沒有跟議會報備 我這邊是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跟主席 沒有咧 沒有 這就奇怪了 秘書長 這個副市長 這個副市長 背巡 應不應該要跟議會 來報備啊 請假啊 假如是沒辦法出席 當然要請假 有沒有請假 我馬上回去查一下 那連主席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現在的政府 真的是一團糟啊 我常常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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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看到現在的媒體也好啊 看到這個這個電視喔 這個這個什麼名嘴的啦 都是還在現在啊 還是在追殺這個馬英九啊 真奇怪 過幾天就要執政的啊 也不講講說 欸我現在要怎麼做 所以現在政府很奇怪 每個人在位置上 都是在看有沒有機會啊 去修理別人 那自己呢 快要瀕臨城下都不知道 好我看你對國家的忠誠度怎麼樣 董事長 總經理還回答 是 我們這幾天啊 有一艘啊 屏東級的漁船 東盛級號 到日本那邊啊 結果那個附近海域啊 被他扣留了 叫我們繳這個錢 你認為啊 站在中華民國來講 應不應該繳這個錢 我個人的意見是不應該 不應該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永安漁港的漁民 也有這個竹圍這邊的漁民很多 都去那裡捕魚啊 桃園市政府針對這件事情 應不應該要表態啊 民主黨 我想謝謝習議員的關心 我想針對這部分 我們很快來了解 來做處理 還是還要了解 所以說啊 現在的這個政府啊 包括現在 極家上隔園都一樣 我看這個心態啊 都是啊 還是在欸 看這個欸 動員一些人 繼續啊 修理這個國民黨執政的 馬英九政府 現在啊 現在整個 我們國家定位在哪裡都不知道了 美國是一個很進步的國家 你們現在 去考察 既然航空城沒有去那邊 航空城就把它廢掉算了 航空城要幹什麼 是不是 所以 拜託你們 好好的啊 豐富一下你們的業務內容 我聽說啦 還有裡面還有幾個啊 是這個鄭市長啊 酬庸把人放在裡面的啊 領甘心不做事的啊 所以這個樣啊 你們沒有辦法通過 我們百姓的檢驗的啦 如果在這個這樣下去的話 你們啊 對現在的執政啊 造成的損失啊 真的是不計其數啦 希望你們好好的改進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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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副議長 那 我來請教我們董事長跟總經理啊 你們航空城公司的專責啊 就是在 航空城 計畫的行銷 及易燒商 那整個很簡單來說 那一個航空城的開發能否順利 能否成功 對你們是直接的一個關鍵呢 這一個直接關鍵 如果說開發順利的時候 公司一定存在 如果開發不順利 或是延宕下來的時候 公司還要不要再存在 還要不要再存在 還是要廢除 所以說這個關係到說 你們的工作 你們的工作 就直接會影響到 整個航空城開發的順利以否 那航空城開發順利以否 也直接關係到 你們公司的存在 還是廢除以後 所以說你們在對外招商 那你們招商 那你們是要展現你們的招商的 一個實際的一個成果出來 因為到現在 大家各位議員都很在關心的 土地還沒有啟德 開發還沒有順利 通過不通過 還要看這次的聽證會 聽證會結束了以後呢 再接著還有土地徵收小組委員會 在一個漫長的時間 在你們直接答詢當中 都是說在106年 進入七段徵收 是不是有沒有這樣一個很順利的 這樣一個 106年可以達到七段徵收 董事長你回答一下 現在看起來 期程應該是2018 會徵收 2018 但是在你們的這個參訪團裡面 你們都講得很清楚 直接講的 是2016 就叫106 就明年了 那明年呢 106年開始就作業啦 106 那108 也沒有辦法順利取得 航空城的整個土地徵收 初步會有土地 那航空城既然是 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共同 來推動的一個重要政策 那是不是要請問董事長 跟總經理 當你們啊 遇到 贊成航空城開發團體 以一個反對 航空城開發團體的時候 你們要如何做一個 站在一個表態 報告宇宙 我們是站在這個政策的一個 這個一個 沒有 直接你回答就好 站在航空城開發 贊成航空城開發團體的時候 以站在反對航空城開發團體的時候 你要贊成哪一方 那你要做如何表態 我們公司當然是配合政策贊成 贊成航空城 那總經理你呢 贊成 那贊在這樣 兩方站在同時出現的時候 你們要站在如何要表態出來 我想這個其實很容易說明 因為航空城計畫 它是一個國家級的計畫 而且已經審定通過 現在剛才要講的 你們跟航空城是直接關係的 航空城開發成功 你們航空城公司就存在 航空城開發不成功 你們就要廢除 那站在機能裡面 你們是剛才你們自己的業務所想的 你們是專責 航空城的這個計畫開發 及一個所有的造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兩方當鎮榮當 整個對政的時候 你們的職責是要不站在市 反對還是贊成 那你要勇於承擔你們的工作 勇於承擔對你對得起 你們自己的工作態度 對得起市長交付給你們的一個責任 那你不能畏縮 你們不能當你們兩方對政的時候 你們不能畏縮 你們的職責就是要推展航空城 既然要推展航空城 那你還有退縮的理由嗎 所以說你在整個地上 我希望說模糊 在整個在模糊地帶的時候 你們要勇於承擔 你勇於表現你們自己 因為這是對你們自己的工作的一個承諾 也是對市長交付給你們的一個承諾 我希望說你們要好好的展現你們 你們有這誠意 你們有這真正要推動航空城 而且你要告訴 那整個反對團體呢 你們的招商的結果是在哪裡 當然你在大家反對的時候 當然你沒有告訴他們 會造成誤解更多 剛才大家一個脫平化 我們講要脫平化就是什麼 你們都已經在走的 你們在整個世界各國的參訪 而且邀集各地方的一些重要的各國企業 想要進駐我們這個航空城的開發 那在這樣的立場上很鮮明的 你們就要勇於承擔把這個事情 把你們所做的工作要告訴反對者 那不能說 兩方在這邊在模糊 而且很多的對你們到底 你們到底是在贊成還是在反對 所以說在整個航空城開發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秘書長 在整個政府我們市政府 我們市長都要積極推展我們的 綠色版的航空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說整體的市政府 動能整個要動起來 整個要動起來 不該退縮 已經既然要推動了 我們就不該退縮 那遇到問題 我們就是要去解決 這次我們實實在在 要讓更透明化給所有的全國百姓 也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們台灣的 我們桃園的航空城 就是政府有一個決心 要去推動 不是畏縮的 不是碰到反對 碰到議員問題 政府單位就退縮 這樣 好 謝謝 議員 好 謝謝請坐 好 接下來請 魯明哲議員五分鐘 許青春議員三分鐘 兩位共用8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董事長 我第一個想要請問你 就是那個 我們目前航空城 18個人 目前做的是什麼工作 主要是造商跟行銷 有7000多個人去看過了 那一般民眾有3000多個人 是不是 願景館 參訪人數 對 參訪是這麼多 我剛才看你這個報告上面 有好多團體去 已經去參訪過了 好 這個參訪過 那第一個 你土地位取得 你要招商 怎麼跟他們說 事實上他們 大部分就是說 有興趣 要在航空城投資 他們是做一個 事先的規劃 所以來了解更多的詳情 那到底有多少人來參訪 那個公司 公司 公司這個 因為 團體大概有 沒有詳細去統計 大概有多少公司 不過 就我們每天 大概都有 因為你沒有統計 然後你也沒有去推展 就變成沒有辦法簽約 沒有辦法簽約 也沒有辦法有工作 其他那就免談了啊 不是 他是這樣 他是因為來的時候 所以有些從物來 我們就很清楚 他事實上是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你要跟我們議員講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土地什麼時候取得 那你招商的項目是哪些 有哪集家來 有意願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不然問一個早上 你站在這裡 包括總經理 包括我們18個人 也有說18個人 全部都到齊 那你現在要怎麼辦 總經理 現在要怎麼辦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那沒關係啦 我反正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說 航空城你現在做什麼 一個土地什麼時候取得 那你要 要哪方面來著手 就像市長講 要綠色 什麼院警管幹嘛 你至少要讓我們很清楚的 不然你站在這一個早上 真的沒有成效啦 可以嗎 可以經理 知道嗎 因為他寫了很多嘛 比如說你要公開透明 什麼民主參與 什麼綠色經濟啦 這些公共利益啦 然後五大原則啦 這些你講出來 那百姓聽不懂 百姓聽不懂 什麼時候取得土地 第二個 什麼時候 我們運作了哪些事情 哪些公司要來簽約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告訴他說 什麼時候 切切的這個 都市計畫可以核定 但是你要努力啊 不然站在這個位置就是要努力 那努力 看哪個地方有缺點 看哪個地方需要去克服 要做這些事啊 你才有辦法回答我們議員啊 是不是 可以嗎 那完整了以後一個書面給我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盧議員 好 謝謝董事長總經理喔 海秘書長 這個政府推動市政 議會監督市政 然後大家兩者依法規 大家共同向前進 這是台灣民主法治的一個可愛之處啊 我今天很心寒的說啊 今天是我們桃園市議會啊 最黑暗的一天 為什麼呢 上個會期預算會期 這是所有的議案 送出議會之後 是不分黨派代表議會所有人的一個決議 它具有法律的效益 我們明明在你的預算通過 是在你的營業成本 人事費用刪掉364.7萬 在你的營業費用的用人費用 刪掉了三分之一 477萬 總共刪掉了842萬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議員講說 那個地方可能十個人應該就夠了 未來十年之後 真的有業務的時候 再增加十個人嘛 你們居然把議會通過刪除的預算 你到現在今天告訴我們18個人 一切不變 我覺得很簡單嘛 第一個 刪除三分之一的預算 有一種可能 我們董事長減薪 大家減薪三分之一 人數不變 你居然人數不變 錢照用 董事長 你怎麼這麼藐視議會 你說為什麼那麼藐視議會 我們刪除預算 我們刪除預算 到一月一號 你的人不動如山 我說真的 這今天不是魯明哲 或者提案人當時黃婉如的一個面子問題 那議會以後不分黨派 我們這樣的一個明明確確的刪除預算 你們居然 到現在告訴我人數不變 到網站到現在還掛著還真人 一片心這個非常非常景象繁榮啊 欣欣向榮 董事長 你是要來羞辱議會嗎 你說 報告局長 我不敢 那個因為我們當初本來變了二十二個 是說有一個 要再增加這個業務 所以那部分我們就稍微就收了四個 不要這樣的玩法啦 刪除了八百四十二萬 你人數就應該要減 不知道哪一個人跟你出這個鬼點子 是不是副總 但是我跟你講 這點子到最後完到最後是不好的點子 會死人 你什麼新計畫 議員不分黨派 都指引你的功能了嘛 你現在的工作做了什麼績效 都看不出來了嘛 你還想要用公式法 我們來想個點子 議會三我 我不瞭你 不瞭你 出個點子 我們就假裝 我們今年再弄一個計畫出來 請問一下弄什麼計畫 弄了什麼計畫 八百多萬的人士 請說弄了什麼計畫 點子王給你們出 你們新增了什麼計畫 沒有我剛剛講過是去年的預算有一個 那個因為要增加人 那現在因為砍掉裡面二十二個 我們就裡面就沒有增加到二十二 我今天跟你說 這筆帳 你是要跟議會算清楚 你是要議會會跟你算得非常清楚 我們刪除了人事費用三分之一 居然你不動如山 還在增人 這個對議會 是藐視 如果當時核定可用的預算 你有多用出來 你用那種隨便亂說的一個新計畫 你連本業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員工到底每天的工作是什麼 憑良心講 這公司不是你們創的 不管哪一黨哪一派 現在的公司 大家就已經很閒了嘛 你還要裝什麼計畫 你多一個計畫給現有的員工去做 大家都不見得有事 所以我今天提醒你 我覺得你們是法治於無物 你視議會為何物 我覺得真的很心寒 我也不知道議會 不管各黨各派以後 我們在議事殿堂還要講做什麼 二讀三讀之後 結果是這樣 那今天我也特別說 上次引起事問題的 鄭信的一個員工 我到最近去看 總經理 他是你總經理室的特助嗎 不是特助 秘書 上班的情況如何 有沒有改善 謝謝議員 那一位鄭信的這個員工 因為他之前在做化療 那現在這個偶爾要回醫院去做回診 好啦我知道啦 那個請假的數字不要用偶爾來形容啦 我只是說你們裡面的是事少人多 已經是事實了嘛 那你是一個專家 我們今天幫你刪掉一個預算 結果你居然隨便再找一個事情來去做 你要真的要逼議會進駐到你裡面去 看你每天做什麼 新的計畫做什麼 不必這樣子玩 我跟你講喔 決算的時候你們有多用的話 我們再刪一次喔 今天真的是這樣的事實在非常不對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劉盛權議員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總經理 董事長 副總 管理處 那我請問一下齁 那一次問四個 要不然我看那邊 有些人坐在那邊很無聊齁 你們在104年度人事預算 編了2524萬 104年度的預算說要用22個人 那103年度 剛剛魯明哲魯一言所講的問題就在這邊 103年度的時候是18個人 104年度編了2524萬2000元 要用22個人 編織原額啦 那104年度用幾個人 18位 所以說104年度的時候 你預算編了2500萬 才用18位嘛 對不對 是不是啦 是 才用18 才用18位 好 那剛剛魯一言講到一個重點 那也是議會的一個尊嚴 在105年度的時候 你們預算編了多少 人事費用編了多少 2500 2525萬 也預計要用幾個人 105年度要用幾個人 22 22嗎 講清楚喔 用幾個人 沒有沒有沒有 原額多少人啊 這邊剛好有預算書 原額是多少人啊 你用人費用1-17的部分 編了1000 還是22 好 105年度你還是要用22 到目前用了18個 等於說其他 有4個還沒有任用 對不對 那這4個還沒有任用 就是你所謂的說 你們被議會刪了842萬 是因為這4個沒有任用 所以說你們現在維持18個人 是不是這樣 董事長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還在討論中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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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都已經那麼久了 什麼還在討論中 你剛剛第二次強奸議會 你跟魯明哲的魯議員 你跟他回答是說 因為 預算刪減了800多萬 所以你們目前只用18個人 好 那現在才用18個人 那等於說你們被刪減了842萬 所以你們另外4個人沒有禁用 總經理是不是這樣 是 是好 副總是不是這樣 是 管理處是不是這樣 好 你們這一群 真的是對議會胡說八道 4個人贏了842萬 有人薪水那麼高嗎 你真的是胡說八道 你們被議會刪減了842萬 你們預算編了2525萬9千元 被刪減了842萬 少用4個人 胡說八道 我對董事長 對董經理 對所有在座都非常的尊重 我也認為說 你們在學界都有那麼好的發展 梁教授也好 朱教授也好 擔心 為了一個航空城 你們站在這邊 然後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對不起議會 違反法令 我跟你講 這以後在你的人生的經歷裡面 會是一個汙點 所以說 我認為 你們要跟議會 對不起 給你們四個一個機會 有沒有藐視議會 如果有的話跟議會對不起 有沒有 我們不敢 那為什麼2500萬 刪了840萬 還有辦法用18個人 你們是怎麼在湊錢 管理處 回答 報告一桌 去年有編了 外聘董事的費用 那個 費用的部分就刪除了 什麼什麼費用 原本有編 外聘董事的費用 外聘董事的費用 拿來做人事的費用任用 哪有做回事 要不要跟議會對不起 要不要跟社會大眾對不起 說話 秘書長 你處理一下 沒人人事費用這樣可以 然後再來騙人議會 騙他那久 從早上騙到中午 好 秘書長請坐 謝謝 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不要對不起 董事長來 你先開口 因為我們預算現在還沒到中午 我們會再去 預算已經通過 預算 議會審定通過 已經送給你們了 不可以花就是不可以花 哪有這樣亂允知 把外聘董事的費用 拿來用人事費用 外聘董事 你們董事已經用滿了 那表示外聘董事的預算也太多 給我一個數字 給我一個報告 好不好 好 那另外 既然 你們那麼堅持 那我就另外再提一件事 這一件事我本來不提 那副總請坐 管理處請坐 你們兩位是學者 那在上個會期 我說過 那根據憲法的解釋 跟大法公會議的解釋 也就是說 事業團體 事業團體的公司 他們是適用公務人員服務法 所以上次我講過你們的董事長 那今天在這邊一樣 你們兩個一個是當事長一個是總經理 一樣是適用公務人員就業服務法 認不認同 認不認同 總經理 認不認同 董事長 好 那你們兩個 現在在外面兼課 那天我問的人事是 你們沒有任何的報告 也沒有任何縣政府的核准函 梁董事長 在文化大學兼課 朱總經理 在建行科技大學兼課 為什麼 你們不報備一下 兼課我不反對 我希望你們能夠依法 依公務人員就業服務法 因為你們是來 政府出錢的公司上班 你們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你們應當要報備 為什麼不報備 來董事長先說 報告一頭 因為知道上次有 剛來的時候是不清楚 那這個學期我已經沒在文化兼課了 但是我這個 你在104年的時候還在文化兼課啊 我有上你的課啊 國際金融啊 這學期沒有 這學期沒有 104年有 你在兼課的時候你沒有報備啊 那時候不清楚 所以現在就不兼了 那你跟社會大眾道歉 那這個如果因為這樣引起大家的不了解 或是不舒服的話 我就定義道歉 我這邊有10個可以讓你道歉的理由 總經理 謝謝劉議員 那我想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我是践行科大借調過來 那我們學校的借調辦法呢 是我們如果借調到外單位的話 我們必須要回學校義務教學一門課 是 我剛剛說不管對 那你應當要報備 我在市府擔任參議的時候 我就已經報備過了 我就已經有報備了 這個查得到 人事那邊查得到資料 在鄭文燦的任內你沒報備過啊 是啊有啊 有嗎 有有有 那你是報備參議嘛 你是報備參議嘛 是 那你知道嗎 你現在在事業機關的時候 你是要跟誰報備 你要跟董事會報備 你要跟董事會報備 你今天不是董事長 你不是跟市委報告 市府報告就可以了 你們要談公司法 你又不依公司法 你們要談公務人員服務法 你又不依公務人員服務法 你要把當事會報比你知道不知道 回去補報備好不好 我不是反對 好 謝謝 另外 對於今天那個總經理 你可能比較緊張 所以你今天起來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看不出來你那種屈性 你講了四次的智慧程式 講了十二次的綠色經濟產業 講了八次的合作意向書 但是站在那邊很心虛 那我是欣賞你在教學的時候 你當參議的時候 那一種那一種破例啦 但是為什麼會那麼空虛 因為你講的數字喔 就根本在敷衍議員 來第一個 103年度我們航空城公司總共虧了多少 四千萬對不對 四千萬對不對 是不是啦 是 好 105年9月份為止 我們虧了多少 五千三對不對 是 好 那到105年12月底 104年12月底 我們會虧多少 五千八 你說今年 今年是105年 一百零五年 到目前為止的話 是六千三 六千三嘛 我跟你講 到目前是六千三 老實講出來 不要每次講四千 那到今年年底 會虧八千 總共我們虧一億一千萬 所以我們的資產 會剩下三億七千萬 這家公司繼續下去 兩米就沒錢了 六點八億的資產 有一點八億是資產 五億是現金 四點二億拿去計定存 你現在虧了以後 剩下三點七億 你剩下兩種事業 一種叫做定期存款 一種叫做轉租 那這家公司 到底苟延殘存的意義在幹嘛 整個議會 被我第一個主張 航空城公司裁測 那現在我覺得說不用裁測 繼續虧 虧到目前你們自然會解散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蘇翠玲議員發言 謝謝 好 謝謝副議長 我覺得 我做了民意代表 特別做了議員 已經第五屆了 我覺得我這是 桃園市議會最恥辱的一天 我真是覺得桃園市議會最恥辱的一天 我為什麼這樣講 本來我還沒想說 航空城真的要把它解散 但我現在就事論事 我們沒有任何的所謂的 藍綠的問題 立場的問題 就事論事 我認為 唐空城應該現在就要把它解散掉 為什麼 剛剛在講 你們是公然的藐視議會啊 是法律如無誤啊 議會審查預算 這個是法定的預算 法定預算 只要從議會出了門以後 你們各個業務單位 就必須要按照議會審議的預算去執行 你們竟然可以巧立明目 啊用什麼 簽了一個什麼新增計畫 什麼計畫 你自己講 你們先 你們以一個什麼樣的新增計畫 來作為你可以繼續讓 讓這個你們的員工 保留那麼多的18個人 而且每個薪水沒有減掉一毛錢 你告訴我你新增什麼計畫 新增一個智慧城市的計畫 對不對 是還不是 董事長 總經理 是不是 目前我在規劃這個部分 因為 你們是不是用這個新增計畫 新增一個所謂智慧城市的計畫 然後來維持你的用人 然後你的人員薪水還是一樣維持 一毛不三 然後人數不三 是不是 還在規劃中 你是不是用這個計畫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用這個計畫 來維持你的預算 你的用人的預算 跟你的人數 現在不是 蛤 現在不是 主計處長 剛剛明明跟我講 你們就是用這個計畫 然後到時候 用業務增加 而增加的這個經費 可以併入決算 你們就用這個理由 用這個計畫 來維持你18個元額 跟維持你們所有的薪水 不是嗎 主計處長難道在公開說謊嗎 我跟一座報告好嗎 因為我們公司目前就是 我們的業務其實就是行銷跟預兆商 那其實從去年開始 從去年的7月開始 其實我們跟市府的研考會 還有資訊中心 因為要配合市基的計畫 你不要凹 好 如果照你講 你說你不是用這個計畫 聽好喔 秘書長 你說你如果說 你說你不是用這個計畫 來維持你目前18的元額 因為還沒有開始執行 那更混蛋 我跟你講 真是更混蛋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請問 董事長你現在薪水多少 你每個月薪水多少 十萬 多少 十萬多 總經理你每個月薪水多少 十四萬多 十四萬多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 你們原來 原來在我們預算沒審查以前 你們準備要聘四個總經理是嗎 整個航空城要聘五個總經理嗎 因為你的預算 照剛剛說 我們在今年刪掉你的人事費用 總共刪掉了840萬左右 如果你現在預算 原額22人 你只用18人 少四個 那一個平均的薪水是多少 十五萬五耶 十五萬五耶 十五萬五比你總經理還要多了 那叫什麼啊 你要聘四個執行總經理是嗎 你一個航空城 虧損到現在 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在虧損 你現在要編四個總經理啊 四個執行總經理 泰上總經理嗎 我跟你講 這兩個嘛 一個 你根本 就是在騙人 預算給你刪掉 你要不 你就是你18個人 通通減薪三分之一 你要不 你就是要裁測人員 結果 你通通沒有做 你現在騙說 你說啊 因為我們少用了四個人 原來要用二十二個人 現在用十八個人 少用四個人 你這四個人是要聘執行總經理啊 泰上總經理啊 對不對 你現在這樣講 主計處長說 你們是要用這個新增 簽了一個新增計劃 而這個計劃是什麼 是航空城跟智慧城市的這個計劃 然後用這個計劃呢 裡頭增加了這些人事費用 再把它併入到年底的決算 是法律無誤耶 你把桃園市議會當什麼 我們審定出來律算 我做了五屆議員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任何一個單位 敢像你們這樣子 膽大妄為 太離譜了 然後你剛剛回答說 你說你是104年兼課 你是現在還有兼課 因為你是借調來的 對不起 你們最好再搞清楚一點 你們兩位 都是屬於公務人員 服務法適用對象 你公務人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是你每個學期 你都要重新簽訂公文 報上級何可 有沒有報 你說你在做參議的時候就有 你說你去年你有兼 你今年沒有兼 秘書長 公然違法 公然違法 可以說 我之前違法了 我只要現在沒違法 就沒事嗎 有這樣的事情嗎 公務人員可以這樣子嗎 那我問你 我請問你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那個秘書長 你告訴我們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 公然違反 我們桃園市議會 預算審議 巧立明目 你還想要用什麼 預算法第 用 用預算法第87條 然後這個 業務增加 新增經費 並入決算 你現在說不是對不對 主計處長說是 你現在說不是 好 那沒關係 你現在說不是 那你就 我就說啊 那你就是原來你計畫 要聘四個執行總經理 是不是 每個月月薪十五萬五千塊的四個執行總經理 是嗎 你們承認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今天 你如果 你公開 你到 我要市長來喔 公開 你公開承認 對 沒錯 我們航空城當初 在編105年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是 預計 除了一個董事長 一個總經理之外 我們還要再聘四個 月薪十五萬五千塊的執行總經理 結果因為 因為這樣子被刪掉 所以我們這四個執行總經理不聘了 你就承認 然後另外 我剛剛講 你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的部分 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秘書長 你會後給我 給我答覆 另外 謝謝 請坐 另外董事長 總經理 我再講 你們定了這個計畫 什麼新增計畫 什麼智慧城市計畫 你真的是把大家都當小孩子在騙啊 欸 航空城 聽證會到現在辦了沒 辦了沒 這個禮拜會辦 正式聽證 對 辦了沒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嘛 對不對 航空城聽證會都沒辦 你怎麼知道 欸 政事長不是說公開透明嗎 說好的公開透明嗎 既然是公開透明 在還沒有辦聽證會以前 你怎麼知道聽證會一定會過 你怎麼知道今天航空城裡頭 這些居民一定會答應 如果沒有答應 你做什麼智慧城市啊 然後 然後 我再說 今天 這個 你們說 因為我們政事長 答應要做的所謂的 綠色航空城 綠色航空城 跟吳智陽的航空城 有什麼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多幾棵樹是嗎 還是多了幾個智慧的這個設備 我想多幾棵樹跟多幾個智慧設備 那個只要錢花下去就有了 好 而且呢 那個可以日新月異啊 那個不叫做什麼 那個不叫做綠色航空城啊 那不叫綠色航空城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 我再請教啊 你們現在 連這個 這個聽證會都還沒辦 你們就知道一定可以成功 那我請教你 說好的45%咧 有沒有 政事長說的啊 公開透明 還沒辦 你們就知道一定可以過 對不對 然後呢 說好的45%在哪裡 你有沒有辦法保證 有沒有辦法 你招傷 你根本騙人啦 為什麼 今天如果按照政事長自己講的 要從40% 一般農地要從40%到45% 特農要從45%到50% 我告訴你 你們要整個招傷的範圍 面積 位置 通通不一樣 所以不要把大家當笨蛋 你要怎麼招 你連位置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連面積在哪裡都 到底有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你招什麼傷啊 然後鄭文燦市長說公開透明 好個公開透明 對不對 對不對 人家松山機場簽不簽建 柯文哲都不急了 鄭文燦在急 對不對 去年11月17號還說 對不對 松山機場要不要簽建 第一要務就是 航空城要先確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把 松山機場簽到航空城來囉 是不是 我問你有沒有這個計畫 有沒有 你們現在規劃裡頭 有沒有規劃把松山機場 納入到航空城裡面 有還是沒有 講清楚 有沒有 這不是我們公司的業務範圍 不是你們公司的業務範圍 怎麼看意思呢 你要知道多少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張兆良議員發言 下一位就兩牆一虎 謝謝 謝謝 謝副議長 我想 董事長總經理 本系從99年公司成立 那本系對航空城 還是有很多的期許跟鼓勵 當然 很多議員對我們航空城的營運 就是說 頗多的質疑 那如果其他議員有質疑的部分 我就是說你應該說明的部分 還在跟我們社會大眾來說明清楚 那本系我覺得說 大家 我們桃園要發展航空城 是非常重要的 那本期這幾年來 我一直希望說 之前 在吳智陽縣長時代 他有什麼航空城 什麼推動委員會 是一個黑機關在推動 後來現在市政府沒有了 現在幾乎所有的業務都在你們這一邊 本系今天就針對兩件事情 最近 我們議會有在開 譬如說 之前有人在討論過 我們在航空城部分 有沒有推動 博弈的專區 像總經理董事長 我希望說你們公司 能做出一些亮點出來 感覺上你們半年來市議會 很像說 沒有特別的說能做什麼的 當然 土地的取得 這國家取得 其實我認為 本系比較樂觀 土地的取得 未來2018年19年 或許都沒有問題 能夠取得土地 來帶動我們桃園的發展 帶動我們國家 一個門面的發展 假如這門面發展了以後 針對這個博弈專區這個議題 有沒有 像這個就是你們來做 可以做研究 可以來做 像個亮點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可不可以做 外國是怎麼做 我們台灣 我們桃園要怎麼做 你們公司針對這個部分 有沒有有一些 譬如說 比較新的計畫 或新的看法 第二個部分 我們醫院常常都提出 那個生技醫療專區 很多醫院希望說 我們桃園市能夠成立醫院 成立我們的市立的醫院 那現有的醫院 當然不大可能 當然要取得土地 要取得停車場的位置 那本系就覺得說 像你們的生技醫療專區 當初規劃 蠻大的一個範圍 包括一些世界 比較先進的一些醫療 所以我說健保 目前沒有允許的 但是呢 國外已經有這個醫療技術 希望能放在我們的航空城裡面 包括一些像免疫細胞的 一些那種比較先進 針對癌症的細胞的治療等等的 包括我們要蓋一個市立的醫院 像你們這種東西 是不是能夠你們 十多位同仁 有沒有或是委外 有其他的學術單位來研究 是不是能夠提出一些亮點 讓你們這公司存在 讓我們醫院覺得說 你有存在的價值 最起碼說 未來我們三年五年後 我們有取得土地了 我到底要做了些什麼事情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總經理看來是董事長 我剛才講的兩個計畫 是不是來說明一下 我想謝謝張毅做的這個提點 那我想就這兩個問題 我簡單的先回答一下 那關於博弈的部分 我想這個東西 因為牽涉到我們 國人的一些民情 社會民情跟民眾接受度的部分 比如說你要去做市場調查 或者我們有沒有這種需求 比如說我們一些財政 我們將來我們要很大的建設 可能有一些社會福利 或財政 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這個方向 對不對 還是說你可以提一些計畫出來 或者我們送立法院來審議 還是說這個東西 你們這些人力上 有沒有辦法做這些研究 就我們公司內部目前的人力資源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而且它的評估基本上 要從很多個面向 你不能只從這個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 你還從社會的這個角度 所以我剛才講了 就是說 我認為啦 就是你們不管18個人 28人38個人 假如說你們真的提出說 我現在就在執行什麼樣的計畫 不管是做我們規劃也好 或怎麼樣 你最起碼上感覺上 你是有在做事情 你懂得是嗎 而你是能提出說 我這幾個我真的是有在做事情 而不是說 真的有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的人事費 你的預算 我們都會增加 我曾經也跟政事長說 這已經是法定的公司了 你也不可能是彩設它 你們上班員工不管幾個人 可能有受到一些老基法的一些保障 那麼我們預算也給你了 當然給你是給多少錢 你就依法行政嘛 對不對 假如說 那我們本期都希望說 你能做出一個比較正面的東西啊 那所以我在等著發言 我等了一個多少錢 我希望說是不是這部分 我剛剛講 比如說生機醫療專區 你是不是能夠過要說 我們將來蓋一個4D的醫院 我們桃園沒有 雙杯有 我們是不是將來在那地方 能夠對我們的 桃園市民的210萬市民的健康 我們來提供一些服務 將來航空人成立以後 我們來這方面做 另外我們的土地來做其他的 你最起碼能夠 是不是這方面 蘇貞宇在執行上有什麼困難嗎 還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公司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那我想跟一座報告就是說 因為剛才一座講到這兩個 產業的這個發展 其實確實是可以用很好的一個 這個研究案去做 看它的可行性跟它預期的效益是什麼 可是這個基本上還是要一些經費 那以我們公司說真的 從去 應該說從前年開始 去年其實 我們這方面的業務基本上 業務費基本上都被刪除掉 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能夠做的 基本上 可以給我們做的這個業務費用 大概我們就是做行銷跟預造商的 這個 所以你要行銷 行銷 比如說你行銷你要行銷 你要找生技業來投資 這也是行銷對不對 這也是個行銷 那不然你行銷方向 我本身覺得說你行銷要有個既定的東西 那我假設就是你土地取得都沒問題 將來會很順利 2018年19年你土地會取得 那你取得你到底要做什麼 讓我們老百姓 讓有包括我們議員 知道說你將來你要做什麼 不然也不曉得說你將來航空城裡面你要做什麼 就我剛才講的嘛 博弈這件事情 最起碼你付出一個討論的一個空間嘛 對不對 是說從增加稅收面 或者從增加我們國的怎麼樣 我講境外嘛 他不見到入境來嘛 我們從可以吸收國外的人進來 參考看別人的做法 有些事情你不用去啊 你在現在網路的世界 你在公司也可以 一些人才都可以 都可以收取這些資料 不用到現場看你也知道啊 對不對 最起碼你的人力上能夠往這方面 能夠提出一些 給我們一些數據 給我們一些了解 本系是往這方面給你建議啦 謝謝謝謝 那你說生機醫療專業這方面 假如說我們將來在那邊 要蓋個市立醫院 或將來在那邊做一個生計的怎麼樣的 讓我們國人有個亮點 因為大家身體的健康 這大家講的就是首要之物嘛 對不對 大家覺得這非常重要 假如因為航空城的推動 將來在那個地方 有新的一個亮點 我們有些寄託在那邊有怎麼樣 那是不是這樣覺得說 你們公司有存在的必要性呢 假如說你們都不能做的話 誰能做呢 總經理你是不是說明清楚一點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跟一座報告說 這個我們會去努力 我們會去規劃說這個 剛才您提到的 這些部分的這個生技科業 生技業或者是博弈 如果要進駐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規劃 我想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那土地的取得這方面的話 當然我現在要再提醒你了 土地的取得這方面 當然你是從贊成這方面去的 那這部分 從聽證這方面的話 那是不是這總經理這部分 要怎麼來協助這些事情 讓我們的土地能夠取得 能夠更順利呢 謝謝一座 那我想這個正式聽證 在這個禮拜五跟禮拜天會舉辦 正式聽證總共有六場 那我們公司也協助地震局 在做一些相關的這個協助 跟這個說明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密切的 跟這個地震局來做配合 就是讓聽證可以很順利的來推動 我覺得說要總經理 反對的也有反對的立場 我覺得說反對的聽證會 您也要去了解 很大方去面對 為什麼他們反對 反對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應該去做充分的溝通 因為現在民意高尚這種時代 你不可能說你悶著頭去做 只做贊成這部分 反對他們的意見 我們正方反方的六場 他們聽證會應該認真去收集他們 他們反對的意見在什麼地方 是在土地分配 還是在地上物的補償 還是說什麼樣的原因 把問題找出來 認真去把它解決 那我們現在桃園才有希望 我不希望說看到說 航空城做不起來 航空城公司裁測掉 很像這東西走回原點 那你這六年來 公司六年來成立 就到這走回原點 是大家的辛苦 就覺得說 是完全做化為烏有 本席我不希望看到這樣子 我是比較正面 也比較樂觀 那希望說幾年後 我剛剛講的 土地有辦法取得 也解決現在我們一些 聽證會的一些困難 你們去把它認真 把它做起來 當然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現在議會 限縮了你們的人力 包括限縮你們這些 但是就是說 這幾年來 看不出你們能交出一些成績出來 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對你肯定 對你說你們這幾個人 縱使十幾個人 也是能做出一些 相關的一些 業務跟工作出來 我覺得大部分 是往這方面來 來那個 好不好 那我還是本席是覺得說 本席剛剛提的 希望你們公司 縱使說十八個人 能做出一些亮點 能把所有的經費 花在該用的經費上 那本席剛剛提示了 你的這事情 博益特區這邊 這方面的研究 或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說你們應該 往這方面去 這才是一個廣度跟亮點 要做不做 能夠對這事情 大家可以充分付出一個討論 你們針對這部分 可以做一個研究 看譬如說我打算有多少公頃 將來往境外的方面來發展 生計醫療專案 其實大家真的是最關心的事情 那民眾關心這事情 你可以把亮點說 我們家通過以後 將來我們有市立的醫院 可能是旗艦型的醫院在這地方 然後對我們市民的健康 甚至吸引更多 全世界頂尖的醫療技術 能夠進駐到我們這邊來 可能都是自備型的 或是針對腫瘤細胞 我們有辦法解決的 做出一些亮點的東西來 讓我們醫院就說 你們公司真的是有在做事情 而不是就覺得說 半年來交出一些報告 就是一些相片 就是一些參訪相片 就是說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李雲強議員 楊晉虎議員 以及蘇智強議員 共用10分鐘謝謝 謝謝副議長 那個董事長 說實在話 我從那個擔任第17的縣議員 聽到我們那個有推動 航空城重大一個計畫的時候 當然我們內心是非常欣喜 我們相信航空城推動以後 會帶來我們桃園縣的一個進步繁榮 而且我們各方面的能力都會提升 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這樣的 推波柱來以後 我覺得航空城讓我的感覺 因為我對航空這幾年 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這幾年來我聽到 由於現在有聽到航空城 給我感覺到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花錢的公司 一個浪費錢的公司 一個燒錢的公司 同樣呢 也是一個不遵守法令的公司 剛剛我們非常多的議員有講過 市議會的決議呢 你們不知道什麼 巧莉木把它蒙蔽過關 這個都是不應該的 那我要問一下 那個董事長 我請問一下 目前為止 我們航空城裡面的員工 按照編制是多少個人 18個人是不是 編制22個 現在只18個人 18個人 那目前為止 當初是還有增加4個人 要花800多萬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應該不是這樣子 剛剛我聽到他們這樣解釋 是不是這樣子 他是大概 那不管 我們目前為止 一個航空工程 一年度的預算 所有的營運的預算 大概是多少錢 三千多 三千一百 三千一百萬 我要問一下董事長 你是從大學教授轉過來的 對不對 那你當然 你不是經理 你不是專業經理人 你有做過專業經理人嗎 應該算有 有做過專業經理人 那我要問總經 你有做過專業經理人嗎 你除了大學教授 你有成績而不過 有在顧問公司擔任過 在顧問公司擔任過 在顧問公司擔任過 擔任過 我要問一下 一個公司 成立以後 年年虧損 虧損了五六年 你認為董事長 他總經理人做得下去嗎 公司裡面都虧損 如果是民間企業 早就宣布打烊關門 那你不能說 因為是公家的機關 公家的機構 我們錢就這樣花 就這樣用 所以當你們人事 當你這個業務量 沒有這麼大的時候 你們當然要截留 剛剛講的 我們的預算 我今天是成立沒有錯 但我的人員需要這麼多 我的各項設備需要這麼多 但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你可以不可以說 我是一個適當的調配 這才是你們要去想的 你不是我 我這沒有這麼大的業務量 我還去增加人手 本來是28個 我還增加四個人 造成大家的一個不愉快 如果我說你今天是 你自己家族企業 或是你本人在私人公司 有這種競爭的業務上的壓力 你會這樣做嗎 你絕對絕對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的心態 真的要調整過來 我認為航空屋 不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但是目前會最需要 在這種 一切都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你們的人魚和各方面 能夠做適當的調整 適當的調整 這樣子 你讓航空屋 如果我曾經講的 你這樣有這個編制 我可大可小 但我不需要這麼多 這麼大的業務量 我能稍微給他縮編一點 然後我如果人度多 我再擴編 你這樣才會讓別人說 你今天是真的有心在為 為什麼 為這個航空屋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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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就拉人手進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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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市議會 所做的決議 你們就不遵守 這樣子我跟你講 也失去了一個大學教授的風骨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一個教授的大學教授 這個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說 在往後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一定要增加努力 而且我希望說 各位 千萬千萬不要成爲什麼 成爲一些生技公司 最近電視沸沸揚的生技公司 就跟我講的 沒有任何業務 沒有任何的業務 也沒有任何營業額 它可以炒到一千多億 我希望航空屋 不要這樣 要腳踏實地 畢竟它是一個政府的機關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這個兩位 這個站了滿久 我想 確實是這樣 我想延續我們林強議員 剛剛所說 因為一個早上聽下來 所有的議員 說實在的 都 當然都提出非常多 當然也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 但是 說實在的 一直到現在 我記得上一個會期 上上個會期 你們也一直都在講 我們航空的業務 就是僅僅 就是只有 招商跟行銷 一個公司 年年虧損 然後呢 最後 業務就是招商跟行銷 我當然我也 蠻贊同 剛剛張照良議員所說 我們應該要去 找一個什麼樣亮點的計畫 或者是有一些 比較 這個能夠實務上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來推嘛 然後呢 再跟我們的議會 來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我想 我兩位 應該都是教授級的人物 我想這個對於議會 議員的一些 相關事物的說明 我相信 對你們來講 不是難事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也是 真的是要進入狀況 到底我們這個航空城 每一年都要虧損 去104年虧損了 4千多萬 103年4千多萬 104年5千多萬 那今年你們也知道 大概今年也大概也是 還要再虧指五千多萬 五千八百多萬 對不對 總經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嘛 所以說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們真的是應該要怎麼樣 瘦身 或者是怎麼樣 做一個公司的這個 看看是怎麼樣的 做一個開源 截流這樣的一個事項 我想這樣的話 才對得起 我們廣大的 我們的桃園市民 我想這邊 這個當然 我這邊是沒有什麼大意見 對於航空城的業務 我是沒有什麼大意見 但是我希望 我們真的是針對 我們議員所說的 我們是不是做一個調整 人事上 我們也僅縮一點嘛 未來 如果說我們業務 有越來越增加的話 我相信 到時候我們再把這個預算 再給你們 應該我們所有議員 都應該是OK的啦 好不好 在這邊再一次的期許 兩位 謝謝書議員 謝謝 董事長 我想從過去啊 民國六十八年的時候 之前 這個國內的重大建設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希望 也看好這個航空城 我想請教一下董事長 目前 你們徵收了多少的土地 在我們所講的 現在在計畫案 徵收了多少的土地了 報告現在還沒 還在聽證中 還在進行中 調查中是不是 對 好 接下來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 你們剛剛所講的 目前 你們所 目前 所有的人員總共有18位嘛 對不對 那18位 是不是全部 你們 記有公務人員的資格 報告 我們公司 他們都是勞保的 不是公務員 好 因為剛剛有幾個議員 有提到過 因為你們兩個 記有公務人員的資格嘛 是不是 好 那也沒有關係 會後 我們可能會繼續做了解 其次 其次 那在你們的這個工作報告中 有提到很多的團體 有到這個 到你們航空城來做一個參訪 目前來說 總共有多少的參訪 到你們公司去 去年是215團 我是說團體 對 210團體 200多個團體 是不是 那議會裡面有幾位 這個議員去參訪 25位 有幾位 我是說議員 專門就帶著團體 到你們公司去參訪 有幾個 我這邊看到的資料是只有 五個議員 到你們公司裡面去參訪 那我想請教一下 未來啊 如何就是 我們議員 如果要到你們公司去參訪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方式 安排這個行程 我們大概 我們那邊的安排是 大概就是導覽為主 導覽為主 是不是 所以隨時跟我們 跟我們指示一下 我們就可以來招待 招呼導覽 那也很多的議員 想要去了解 目前航工程的進度跟業務 所以我想 為什麼這麼多的議員 一直在說 你們目前航工程的進度 或者是預算等等 是因為你們公司 都沒有跟很多的議員 來做一個協商 而造成了 今天的困擾 因為我也知道 很多的議員講是說 你們每一年 就要虧損好幾千萬 好幾千萬 這一個經費 那也有議員講是說 你們一直在招商 一直在招商 但是實際上 到目前為止 你們也沒有很明確的 一些資料提供給 這個議會 我想未來 是不是 也要朝著這個方向 都向 都以我們議員 做溝通 做協調 有 有沒有這個機會 沒問題 絕對 絕對配合 那什麼時候 開始進行 我想我們應該 隨時都可以進行 好 所以啊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因為 公司啊 航空城的公司 沒有跟很多的議員 來做溝通協調 都溝通 都協調 就不會有很大的爭議吧 是不是 謝謝楊議員 好 謝謝請坐 好接下來我們請 彭俊豪議員 陳志文議員 蔡永芳議員 三二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我想董事長 我想其實喔 今天非常多議員 就是關心到我們 航空城公司的盈虧啊 實質的收益 那 我覺得 大家在意的就是說 在於說 我們對航空城公司 看到一個實質的一個效果存在 那我覺得其實 你們是很委屈的啦 因為礙於現有的法令 事實上你們能從事的業務 本來就非常的有限 所以說 我覺得喔 加上你們 航空城公司的土地的徵收 其實事實上 也不是你們掌握進度 也不是你們能掌握的嘛 也不是在你們控制範圍之內 但是對其他的人 對其他議員來講的話 可能覺得說一年又一年喔 那 這樣的虧損越來越大 剛剛 聽你們報告說 現在已經到六千多萬的這樣一個數字 那我覺得喔 如果 按照 其實按照 最原始 航空城公司的營業項目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包多萬象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 像是有 土地開發 經營管理 甚至到旅館 會展 娛樂漁業 全部都可以從事喔 所以說 我覺得如果董事長和總經理喔 如果覺得現況喔 讓你們有志難生 那 是不是 我們大家就可以共同思考一下嘛 是不是說 檢討這兩年所遇到的困難 那我們也有研究說 公司在 比如說現在很多的綠色細谷計畫啊 還有像是一些桃園產業的整體發展上 是不是說 在現容的法律上 我們如何去突破 讓議會一起來配合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對航空城公司來講 是一個長久的經營之道 是不是 對 其實我覺得未來 像剛剛的張議員所說的 其實未來航空城公司 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包括未來我想 中央可能還要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 未來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在這邊做啊 醫療生技產業 像 國內的教育 教育創新計畫 我們可以引進 我們可以引進 國外的優秀大學 來台設校 事實上桃園這邊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們五港一空 空大概就是我們桃園這個 航空城這個部分 所以說 法令如何去突破 去限制喔 我覺得 可以好好地我們來討論一下 不要說 大家看到就是說 好像我們只是在花錢 我相信 身為一個非常專業的經理人來講的話 我們想的是要如何去突破 如何去開拓 克服這個盈虧的部分 克服這個虧損的部分 那我相信 如果說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來講的話 我相信我們全部的議員 也會很全力來配合 畢竟大家都可以認同的是 航空城這個項目 對未來整個桃園整體的發展 不管經濟產面上面 環境上面 都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計畫 所以 麻煩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航空城公司 好好去思考一下 這部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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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這邊建議 願景館其實為什麼 你們當初成立願景館 也是希望說大家能夠透過這個願景館 去瞭解你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以及未來的願景在哪裡 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希望說你們是會後跨局處 包括我們的官旅局 包括甚至我們其他局處 他們是不是有一些旅遊的一些配套 其實你們也可以把你們的管色的 那個放在裡面 比如說甚至一些台灣好行啊 等等之類的一些觀光行銷的配套 也可以放在裡面 要不然你只有單一個願景館 說實在的這個誘惑力不夠 你真的讓大家千里條條 跑到那邊去 然後就為了一個願景館 然後當天來回 我想真的就算社區要辦 類似的那種觀摩的一個旅行 意願也不是很高 所以說是不是也搭配周邊的一些景點 來做一個串聯 這個可以列為你們會後一個思考的方向 鼓勵你們加加油 謝謝 謝謝 兩位請坐 副總經理 我是蔡永芳 你好 那個 我們的業務報告 總共39頁 消防局 消防局 沒有幾頁 消防局才 十六頁 差不多一半 不到一半 你們寫了這麼多 可是裡面 人家參訪的 去年半年度 來了五十八次 連蔡永芳 跟我的助理去也算一次 確實 這一次有把量衝大 但是內容沒有那麼多 那我們 言歸正傳 我記得去年 預算 你們的人事費用有被砍掉 三分之一 那我請教你們 真實的回答 今年人有沒有檢 目前是沒有 沒有檢 難怪大家在罵 難怪我們那個蘇議員在罵 人以前在台雕 就是人事 要自己賺人 人就是要自己賺一些雕 結果你會繼續用那麼多 用什麼明目 一定是合法的嘛 方法你們自己找 有困難嗎 這些人不能死嗎 有困難嗎 我們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 今年會增加的這些業務 還是需要 你們要增加什麼業務 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要 我們在規劃 要建立一個 那個智慧城市的 這個設施的展覽 好啦 再問一下 去年跟今年 這十八個人 異動幾個 沒有 沒有 對不起 因為我去年十月才來 應該是沒有異動 都有異動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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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預算審完到現在 人都一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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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聽到現在 我們在閒聊 發現一件事 上一任 上一屆 那些 會 已經在閒聊 都會不會 有 也不敢 都會不會 最懈ennis 都很後悔 真有趣 白白 是一樣的東西 時間不一樣 症狀症狀完全不一樣 也真有趣 去年上一屆 大家質疑的內容 跟這一屆質疑的內容 差不多只是顛倒 換一倍人在說而已 其實差不多 其實上個會期 我是給各位鼓勵 因為真的航空城 代表的是一個希望 代表的是一個希望 真的還不能 說猜測就猜測 今天猜測了 信心指數崩盤 股價 我們講的那個 股價整個跌下來 那還得了 但是 審預算的時候 議員有意見 認為說 人可以精簡一點 結果都把你砍預算了 你還沒有照做 表示內部有很大的壓力 對不對 因為要抽籤 大家都會怕 不知道抽到誰 是不是 你會去可以設計個籤筒嗎 18支籤 大家來抽抽看 看會抽到誰 可以這樣做嗎 我想還是要以業務為主 你有什麼業務 我看一看 裡面的報告 我看一看 真的沒有什麼業務 業務不多 但是塑造起來的信心要很強 不管是附近民眾來參訪 不管是廠商 從國內的廠商來聽來看 我們都要以最高格的接待方式來接待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航空城確定一定會做完真的 那個之前有介紹那個工業局 好像紡織的是嗎 有過去 那這件事你知道嗎 董事長請坐 你知道嗎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因為是董事長在接洽的 但是照理講 這麼大的業務 是國內紡織界 希望在航空城設一個 設一個點 為什麼離機場進 打樣板塊 設工廠在這裡 這個你不知道 這也蠻有趣的 才18個人 照理講 連講悄悄話都要聽到 好啦 謝謝你啦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好 那麼我們今天 航空城的工作報告 所有的一次性登記的 議員同仁都充分發言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散會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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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